作者 白日放歌 演播 穆斯韦 墨语金金 一千四百集 车子行驶到宾馆之后 张凡 李亚文 鬼影老头下车 两人一鬼 直接回到了房间里面休息 三人并没有把那四只金管的躯体晕下车 而是放在了车上 第二天一早 张凡 李亚文 鬼影老头 再次向着王家港村海地的方向驶去 车子依旧停到了昨天停的位置 鬼影老头拿着雨伞 拖着四只金管躯体 朝着海边的方向飘 张凡和李亚文如同昨天一样 在车里面等着鬼影老头回来 不过 两人今天的心虚 比起昨天来说 要平稳得多了 鬼影老头已经初步取得了 那海中金怪的信任 他所打探出的消息多少先不说 至少 那鬼影老头已经没有生命危险了 有这个心态作为基础 所以两人不再感觉 等待的时间漫长 很快 一个小时便过了 正在唠着家常的张凡和李亚文 忽然感觉 从东边袭来一股魂起 两人下意识 便把目光投向了东边 只见鬼影老头撑着雨伞 拖着四个金怪的躯体 朝车子的方向飘了过来 看到这一幕 张凡和李亚文的脸上 都浮现出了一抹疑惑 紧跟着李亚文说道 喂 他怎么把那四具躯体 又带回来了 不知道啊 张凡回应 鬼影老头的速度很快 几乎瞬间便到了车旁 李亚文实实地 打开了车子的后备箱 鬼影老头直接 便把四具金怪的躯体 丢进了后备箱里 紧跟着也钻进车子里 此刻的鬼影老头 脸上挂着一抹兴奋 看你的样子 今天收获不小啊 张凡望向鬼影老头 老头先冲张凡一笑 而后点头 大师 咱们不用担心 这三具金怪躯体 我都带回来了 昨天他不是指明了 要这些东西吗 他怎么没要啊 那海中金怪 让我把这些个躯体 给带过去 其实是试探我 他生性多疑 怕我对于他效忠 是包藏祸心的表面现象 他把整个过程 分析得很清楚 如果有人过来探查失踪案 那最先查到的 应该变是那三只金怪 但他们所知很少 想继续探查 就需要找到狐狸精 进而再找到我 他非常确定 狐狸精不会背叛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就变成了 调查这个案子的人 最后的利用对象 所以 他一直对于我是有警惕之心的 昨天我跟他说 狐狸精已经死了 是因为狐狸精 帮我斩杀紫面恶鬼而死 对于我这个数字 他其实是半信半疑的 他说如果真的有 调查失踪案的人过来 狐狸精很可能 不是被紫面恶鬼所杀 而是被那调查失踪案的人给杀的 或者说狐狸精并没有死 只是被控制了 另外那三只金怪 如果是配合追查之人 那其中必定有交换的利益 而这利益一定是他们三人的躯体 这一直是他们三个最为重视的事情 他给我归甲片 让我打开那磅壳 目的便是 要我把那三只金怪的躯体 摆在三只金怪面前 三只金怪看到了他们的躯体 是不可能让我再带回的 因为那无以于是羊肉糊口 在这样的情况下 如果追查此案之人执意要送 那金怪必定会和追查之人产生内讧 一旦发生了内讧 在横数都是一死的情况下 三只金怪必定会破罐子破摔 为了报复 那三只金怪也一定会选择过来 告诉他一切的 让这个案子无法再继续进行 从昨天开始到今天我去之前 他一直在跳往海边 等待着三只金怪过来找他 但是那三只金怪并没有过来 而我又把三只金怪的躯体 带了过来 我这才通过了他的试探 如果今天我没把这具体带过去 就证明我已投靠别人 他便会杀了我 听到鬼影老头的话 张凡和李亚文互相对视一眼 心底不禁捏了一把冷汗 不得不说 这只不能出海的金怪智商很高 几乎把他们整个办案流程 都给猜了出来 虽然金怪智商很高 但是他也被他的高智商给害了 他下意识认为 如果三只金怪和鬼影老头 都投靠了追查失踪案的人 他们每一个行动 甚至每时每刻都在一起 追查失踪案的人员 是为了防止三只金怪和鬼影老头 叛变 三只金怪是为了嘟嘱他们 之前达成的利益交换 他这样的想法其实并没有错 但事实和他想象的具有出入 三只金怪并没有他想象的那般的精明 张凡也没有让他想象的那般的让人没有信任感 张凡可不是那种生性多疑之人 当时张凡决定把这些金怪的躯体交给海中金怪的时候 并没有想那么多 他只想获取更多消息 救更多的人而已 他让你把这些个躯体带回来 是不是 这些躯体已经交由你自行处理了 是的 他说 我可以自行找地方 把这些个躯体藏起来 也可以 再放回那个棒壳 另外他还说了 这东西 对于他用处不大 只不过是 签着那三只金怪的筹码而已 他说 如果在某些事情上 我需要那三只金怪的帮助 可以以此来威胁他们 鬼影老头说罢 李亚文说道 这些个躯体 既然对于那海中金怪作用不大 他也不怎么在意 要不 咱们就把这东西 还给那三只金怪吧 不行 张凡直接拒绝了 越是这个时候越是要小心的 如果这三只金怪获得躯体的消息 通过一些咱们所布置的 这些人的途径 传入那海中金怪的耳朵 那咱们的计划 可就功亏一篑了 李亚文看了一眼张凡 短暂地思索了一会儿 也是怎么回事 那咱们就先替他们 保存这些个躯体 等案子解决了 咱们再还给他们 喜欢的话 请记得点赞留言 咱们再给大家看看